美国空军上个月公布的一份采购文件显示,美国空军将采购35架中国大江公司的商用无人机,型号为Mavic Pro博金版。 美国空军表示,从功能、购买和运用成本等方面考虑,其他品牌的类似平台都无法满足需要。 这一份采购文件公布在美国联邦商业机会,F-E-D-R-B-L-B-U-S-I-N-E-S-S-O-P-P-O-R-G-U-N-I-T-I-E-S网站上,该网站为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公开购买项目的平台,文件说明了美国空军正寻求购买一种新型小型无人机, 以及选择大江Mavic Pro博金版的理由。 该文件的日期是2018年8月17日,文件趁,在选择小型无人机平台时,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任务需求。 其他平台,如TinyWook,Cabby和ThunderSoul,在各方面性能比如天气限制,相机分辨率,飞行时间范围,尚无法满足执行各种任务的需要。 该文件还列举了购买、使用和维护的成本效益等其他因素,作为选择大江而不是其他品牌的原因。 文件的结论是,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没有找到另一种和大江Mavic Pro一样符合成本效益要求的可获得设备。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无人机是否会被欺负美国空军标志本次采购,并非美国空军首次采购大江无人机。 目前美国空军特种战术作战单位已经装备了15架大江Mavic Pro五人机,分别部署在8个特种战术中队内。 本次采购的大江无人机很有可能,也将装备美国空军特种部队,巨大江公司网站称。 Mavic为其旗下的小型四轴无人机系列,中文商品名为誉,用于个人和商业航空摄影和摄像。 这一系列所有产品都可以折叠,相当方便携带。 Mavic Pro为这一系列的专业版型号,而鉴金版则是这一型号的最新升级版本。 尽管如此,该机在大江的无人机系列产品中,仍属于较为轻便和经济的产品。 在美国Mavic Pro薄金版的最低售价是1099美元,而在中国国内的最低售价是6999元。 折叠起来小小玲珑便于携带。 对于特种部队来说真是方便极了当然。 才大细粗的美国空军怎么能不来个全能飞行套装,再配个飞行眼镜什么的呢? 据大江网战称,由于采用了FOC正弦波驱动架构电调及8331螺旋桨, 与Mavic Pro薄金版的整体噪声比Mavic Pro此前版本下降4分倍,相当于对应噪声功率减小约60%,而且整体工作效率大幅提升,续航时间延长至30分钟。 告别恼人噪音的同时,飞行更加尽兴,拍摄也变得更依然自得。 对于美国空军特种部队来说,在使用该无人机进行侦察活动时,无疑可以更加隐蔽。 该无人机的尺寸为83X,83X198mm高X宽X长,轴距335毫米,包括电池和旋翼在内的总重量,为734克。 最大上升速度5米,最大下降速度3米,海平面最大巡航速度65千米每小时,最大起飞海拔高度5000米,在无风环境以25千米每小时云速飞行师续航时间为30分钟。 近年来,将商用小型多轴无人机投入战场,成为了一种潮流。 对各国军队来说,小型多轴无人机,既是一种灵活的新型工具,也算是一种非对称威胁。 而大疆公司的无人机产品,因为种类丰富性价比高,也逐渐成为了战场上的常客。 被叙利亚政府军击落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使用的大疆精灵无人机,与美国空军购买的玉系列算是同一级别,附带简易投弹装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